创世纪第十章 托迦玛 亚丸的儿子是 以丽莎 他师 姬体 多丹 这些人的后裔 将各国的地土 海岛分开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 宗族立国 韩的儿子是古时 迈西 福 迦南 古时的儿子是 西巴 哈肥拉 撒福他 拉玛 撒福提家 拉玛的儿子是 世巴 迪旦 古时又生宁露 他为世上英雄之首 他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勇的猎户 所以俗语说 像宁露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勇的猎户 他国的起头 是巴别 以利 雅甲 甲尼 都在世拿地 他从那地出来 往亚树去 建造 尼尼威 利和博 加拉 和尼尼威 加拉中间的 利先 这就是那大城 麦西 生路低人 亚拿米人 利哈比人 拿福土西人 帕斯鲁西人 加斯鲁西人 加斐托人 从加斐托出来的 有菲利士人 加南生长子西顿 又生赫 和耶布斯人 雅摩利人 格加萨人 西魏人 雅基人 西尼人 亚瓦底人 喜马利人 哈马人 后来加南的诸族分散了 加南的境界 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 直到加萨 又向索多玛 俄摩拉 亚马 喜扁的路上 直到拉沙 这就是汗的后裔 各随他们的宗族 方言 所住的地土 邦国 雅福的哥哥 陕是西伯子孙之祖 他也生了儿子 陕的儿子 是以兰 雅树 雅法萨 路德 亚兰 亚兰的儿子是乌斯 护勒 基帖 马施 雅法萨生沙拉 沙拉生西伯 西伯生了两个儿子 一个名叫法勒 法勒就是分的意思 因为那时人就分地居住 法勒的兄弟名叫约滩 约滩生亚摩达 沙热 哈萨 哈萨 马非 耶拉 哈多兰 乌萨 德拉 俄巴路 雅比马利 士巴 阿斐 哈斐拉 约巴 这都是约滩的儿子 他们所住的地方是从米沙直到西发东边的山 这就是陕的子孙 各随他们的宗族 方言 所住的地土 邦国 这些都是挪亚三个儿子的宗族 各随他们的支派立国 洪水以后 他们在地上分为邦国 高兰 高兰 降 是 您 meng 冰